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春季鞋子的合集 主要是一些我这两年非常喜欢穿的乐服鞋 还有运动鞋 上一期就有很多同学就说我这个头发是不是长长了呀 然后或者是不是应该再剪短 反正就是对我的头发产生了一些就是评论 然后其实呢我自己也就是比较纠结说我到底是留长还是剪短 正在这个时候呢我的那个Tony他被困上海 没有办法回北京帮我剪头发 所以呢我就暂时先留这样的发型 然后我觉得这个发型其实还挺适合 就春夏穿一些陆肤度比较高的衣服 所以就暂时留这个发型然后往里面卷 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或者我就是平时我就扎起来 这两天我这长了一颗痘 然后贴了一个痘痘贴 是因为我不想在上面就是化妆 所以就先贴一个痘痘贴让它消炎 好了那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第一双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西班牙一个手工鞋子品牌 然后其实我去年的时候穿过他们的棕色 去年米色这双是一直在断货的一个状态 然后今年终于补货了 所以就第一时间入了这个米色的 旁边都是这种自然的牛皮的这种颜色 就有点发棕 所以就是整体看来就是有一种做旧的那种复古感 这个底呢就是橡胶的 而且也是这种皮鞋里面我觉得非常防滑的 而且它也有一点点增高的效果 尤其是它这个鞋头有这种编织的感觉 就像你穿很长的全长的长裤的时候 把这个鞋上半部分包起来就算不露脚踝 把前面的这些编织的细节露出来也是很好看的 但是大部分的乐服鞋前面都是光滑的 没有什么细节 所以就很难做到这双鞋带来的那种效果 像这两双其实都是这个品牌的 但是虽然它整体就是看起来造型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它的风格差异还是挺大的 像这双呢它加这个橡胶底 我觉得就会更加的运动和休闲感一些 然后这双呢我觉得就会有一点复古文艺的气质在里面 因为它是完全是一个平底 而且是非常复刻以前的那种凉鞋 但是这双呢我觉得就是更现代一点 加上了这种厚底 就会比较类似像Prada那种 就是改良版的乐服鞋的感觉 如果追求舒适度和休闲感的话 我非常推荐这双 但如果你是追求很纯粹的那种文艺复古感的话 我觉得这双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因为它真的是算是 我觉得这类鞋里面就是兼具了舒适度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鞋型都做得非常完美 如果是我来搭配的话 像这种鞋我可能就是会搭配非常复古的 像复古的套装 或者比较度假感的衣服 或者碎花的那种裙子 我觉得搭配它都是很和谐 然后整体感很强 这双鞋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它真的我觉得很软 而且就是一般这种凉鞋的话 它为了保持它的形都会做得皮 这个边缘的地方比较硬一点 但是这双就是你脚踩进去以后 你可以这样子就直接踩进去穿 然后也可以这样踩脚穿 我有的时候懒的时候我就这样踩脚穿 但是它的皮也不太会容易变形 但是我觉得鞋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因人而异 有些人的脚可能脚型就不适合某一类鞋 然后可能会觉得硬啊或者滑 我没有办法就是说所有人买的这双鞋都会觉得很舒服怎么样 但我只能说出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下面一双米色的乐服鞋就是这个Bally的这双 这双是今年的新款 今年其实有很多品牌都在出这类型的鞋 我觉得Bally算是怎么说比较低调 然后性价比也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 而且舒适度也很高 但是这双鞋其实相比刚才那两双 我可以对比一下鞋型啊 你看这两个是同样的尺寸 但是这双就会觉得鞋比较宽一点 然后这双就会觉得更秀气一点 如果你喜欢那种非常修饰脚型 或者显得脚比较小的那种鞋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合适 对于我的身材来说啊 我是偏梨型的身材 所以我感觉这双可能在修饰 整体身材和比例的时候 不会显得头重脚轻 这双可能会更容易搭配 这双呢就比较小一点 你看它侧面也没有什么根 所以其实如果要是亚洲人 普遍梨型身材的话 更适合搭配裤子 尤其是西装裤那种比较垂坠 然后有一点这种修饰腿型的这种裤子 搭配它会更好一点 你看这个里面 鞋的这个里面 它的鞋垫其实做了一个足弓的支撑 这样其实我觉得对于没有什么足弓 或者说就是需要有个足弓支撑的人来说 是很好的一个设计 下面这双呢 我相信就是已经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乐福鞋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一双 但我基本上已经入了一年多了 就这双已经非常非常旧了 我去年不管就是春夏秋冬 我穿的最多的就是这双鞋 所以如果让我说非得今天推荐一双乐福鞋 你就只买这一双的话 那我觉得肯定是Prada这双 因为就是对于我的脚型来说 它是非常合适的 我之前说我就是可以穿着它去跑步 这就是它给我带来那种舒适感的真实的感受 就是它真的非常的舒服 它有一定的包裹性 但是又不会过于的硬 我觉得它的鞋型设计的还是很巧妙的 像前面呢 从正面来看的话 它的鞋型是比较宽一点的 相比我刚才分享那种传统的这种乐福鞋来说 但是呢 它的这个背后 你可以看它是从宽变窄的一个曲线的感觉 然后侧面呢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根的高度 大概可能两厘米多吧 所以也算是一个很日常 很适合平时走路逛街的一个高度 同时又不会显得很笨重的一双乐福鞋 但是呢 也会有人买了这双鞋以后 觉得很磨脚很难穿 所以这个就是还是回到了那个话题 就是可能鞋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因人而异 每个人的足弓脚背 然后脚的宽度 然后还有脚后跟的那个形状 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目前我身边的人买了这双鞋的 都会觉得还是比较好穿的 下一双呢 想跟大家分享是 也是今年的一双新鞋 是甘利的一个仿舌皮的这么一双乐福鞋 然后这双我觉得 和刚才我分享的这些比较经典的款式来说 它算是造型感比较强 然后可能也比较符合嘎尼这种就比较大胆 然后比较有趣味的这种感觉 从它的鞋型啊就是这种方头 然后比较有棱角感比较分明的 它上面的纹路呢也是这种仿舌纹的 然后有一点这种光泽感的皮质 所以整体看上去呢就是造型感会比较强一点 像是这种鞋呢 我觉得如果你是就是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款 然后想入一些可能搭配比较出彩 或者是喜欢那种西部风格 想在夏天穿靴子 但是呢可能又觉得靴子太沉重太闷了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很好的代替 就它又有点西部感 然后又有一点这种波西米亚的风格在里面 所以但是它又是这种比较轻便的乐服鞋 所以还是就是可以在夏天 就是代替一下靴子的感觉 但是呢Gani的这种乐服鞋 我觉得整体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但舒适度肯定没有这些像大盘的鞋 舒适度那么高 它的皮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硬 然后脚的这种包裹感 也没有这些其他的 我刚才分享的鞋要高 如果喜欢它的颜值的话就可以入 如果是想要一双舒适乐服鞋的话 我不是很推荐这双 下面一双呢就是也是比较有名的 香奈儿的一双乐服鞋了 这个也是去年我入的 然后跟大家也分享过的 它好像名字是叫书包扣 因为它前面的这个有一个细节 是像书包的扣一样 然后这样拧开以后呢 就像一个普通的跟大家分享的那种经典的乐服鞋了 但是一般来说你肯定都是这样扣起来 但是呢它这个扣我一开始以为它只是想要增加一个细节 但是没想到它这个扣其实打开以后 你看它不管你是穿了多久 它的折痕都是会隐藏在这个里面 因为我之前也入过像Gucci的乐服鞋 它就是很软的皮非常非常舒服 它上面的折痕也很明显 一两年吧就没有办法再穿了 因为实在是太旧了 但是这双就是还我之前分享那几双 其实它都属于皮会相对来说硬一些 它更持久一点吧 像是乐服鞋的话 我觉得搭配学院风其实是最合适的 像是90年代 大家会在这种皮鞋里面穿袜子啊 或者说短裙短裤 所以像搭配这种鞋的时候 我觉得做一些层次感搭配 或是搭配牛仔裤 其实都是很好看的 这个是我去年入的 其实我一直想要入一双 但是我觉得传统奶茶色就不太适合我 直到我看到黑白配色的时候 我就觉得比较像是我的鞋 传统的比较香袋的搭配 可能就是搭配一个粗花泥的套装 或者是搭配粗花泥的上衣 然后配上牛仔裤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可能会更喜欢拿它来搭配这种更休闲 像破洞的牛仔裤啊 或者稍微宽松一点 比较boyfriend的感觉的牛仔裤 然后把裤腿挽起来一点 去露出脚踝来穿 我觉得是更能展现这双鞋的一个风格和气质的 它在这个侧边还有一个Chanel的logo 然后整体的鞋头啊 然后它这个弧度 我觉得真的就是经典的东西 还是很禁得住时间的考验 然后也很耐看的 还有一双高跟鞋呢 就是今年入的这个Totem的这双 这双呢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它的时候 我就立刻下单了 就没有什么犹豫 因为我觉得这双鞋的设计还是非常高级 而且它的这个鞋头 大家可以看 它是比较长的 所以就很适合搭配 像我今年很喜欢那种很长的西装裤 就是盖到这块以后 它前面还是一个很修长的一个线条 所以其实即使你不露出脚踝 也会有一个脚的这种延伸感 这个是这双鞋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 而且它整个比例啊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皮质的感觉 都还是比较有设计感的 白色的鳄鱼鸭纹 我觉得会比纯白色的牛皮 要看起来就是质感好很多 因为它上面还是有一些这种纹路和细节感的 然后鞋的侧面的是很矮的这种小猫根 就Totem虽然是北欧的牌子 但是它的鞋呀 还有这种皮质的产品 都是在意大利生产的 所以它的皮质还是相对来说质感很好的 如果你想要一双又可以通勤 又可以很时髦的鞋的话 这双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三双运动鞋 第一双呢就是这个Totem的这双 像是德逊鞋其实也是这两年很火的鞋型嘛 它的鞋的表面基本上都是牛皮的 它的这些纹路呢是挤皮的 而且它其实是Totem的一个logo的一个图腾 这双鞋就是穿了两年多 我感觉它搭配的可能性也比较强 可以搭配裙子啊 搭配裤装牛仔裤 我觉得也可以去踩脚穿 我看有些人去踩脚穿 其实也还是挺休闲的感觉 然后第二双运动鞋呢 是一双非常复古的美国版的golden goose 就是因为它这个鞋寄来的时候 就是这种做旧的脏 这个不是我弄脏的 是它本身就是这种很做旧的感觉 这个鞋的品牌呢 它只出这么一种鞋型 但是是不同的配色的 我觉得比较喜欢的可能就是这个黑白配色的 但是它的这个尾部都是不一样的颜色 我这款呢是这种暗粉色的 我觉得还比较低调 然后也比较特别吧 然后也有这种黑色或者彩色的 然后这双鞋也是收到以后 大早觉得非常非常好看的 虽然我自己觉得就是 我感觉啊就是这双 我觉得这双就是和Nike相比的话 它的鞋会更窄一点 大早非常喜欢 然后不是我上次说要给你买了 你说你又不要 对这个就是这双 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巴黎的这双牛仔色的鞋 我觉得像这种球鞋 其实做成牛仔色的不是非常多 而且我觉得它的这种牛仔色 做的还挺正的 就是比较中性的一个牛仔水洗的感觉 其实它的材质呢是这种脊皮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短的这种脊皮 也不太容易脏 摸起来也是质感非常好的 因为夏天我觉得除了穿小白鞋 或者穿这种黑白的球鞋 像是彩色球鞋的话 其实这种蓝色还是看起来会比较舒服的 好了这个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我会把我的尺码 然后可能这个鞋是不是偏码 什么都列在视频下方信息栏 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最喜欢今天我分享的哪双鞋 如果之后呢我会入一些新的凉鞋 或者这两年我穿的比较多的凉鞋 可能也会在热一点的时候 更夏天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 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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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